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薇 你要等着我 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喂 赶紧跑啊 有蚊子 尤其是小薇 小薇 你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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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薇 小薇 没事没事 乖 好准的枪法 喂 哥们儿 我们没被感染 让我们进去吧 我和你商量点事情 哥们儿 对于一个保安而言 你的武器太过强烈了吧 好吧 是这样的 刚才谢谢开枪救了这个小朋友 这说明你还是想要保护我们的 既然你有这么厉害的武器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这个小朋友的家 就在前面那栋楼里 他的妈妈很有可能 就是被楼下的师兄给困在上面了 我一个人保护他们有些吃力 所以我希望你 能够帮我一起找他的妈妈 果然不愿意吧 也没办法 这种情况下 谁都会选择在最安全的地方待着吧 叔叔 叔叔 到家了 小鹿要回家 小鹿要回家 小鹿小妈妈 好了 小鹿乖 叔叔马上就带你回家找妈妈 可是 门口还有那么多蚊子 我担心那楼里 还有更多便衣的蚊子 我们先弄点装备 小家大夫 你用取温水帮大家都喷上 这个可以干扰蚊子的感官 非常有效 好 回家家 回家家 小鹿马上回家家 妈妈就在家 妈妈就在家 回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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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保安兄 还是谢谢你 刚才救了这位小朋友 你一个人也要小心了 我 我陪你们去 哎呀哥们 你可算开口了 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 之前勇护队在这里被袭击了 留下了很多武器 我趁着天黑拿进了很多 你来防身体 太专业了吧 以你的枪法和身手 当保安真是委屈你了 我本来是想当兵的 可是体检的时候 他们说我太瘦 而且只有一米六 就没通过 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的 走吧 我们送小鹿回家找他妈妈 那些蚊子都不见了 里面没有血迹 可能没有师兄 电梯好像也还能用 如果这里只有几只蚊子 我们就不用怕什么了 小鹿 小鹿 你家在几楼 不会吧 你连自己家住几楼都不知道吗 小鹿知道 妈妈将过小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楼 手指头不够了 我败给你了 拿去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对了 我家在十二楼 小鹿 叔叔告诉你 就算你是个小孩子 但这样恶意卖萌 也是伴归的呀 小 小飞 你先不要说话 王安秀 用你的枪对着上面 别急 我们只需要平安到八十二层就可以了 大家快让开 这是 腐蚀净的液体 啊 至于 放开 组 一 一 二 一 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